欢迎回来近天新闻报 接着带您看到 伊人迪英跟孙鹏的儿子孙安佐 不仅受邀担任格斗真人秀全员之星的评审 而在10月12号也将站上擂台比赛 不过原先定好的对手台中烧打击韩森被换下 孙安佐也改和成人片的男优阿龙对决 而比赛前阿龙也表示会好好的修理你 而孙安佐也不甘示弱的回应 孙安佐先前因为录影时和韩森爆发肢体冲突 截下梁子 两人原定要参加全员明星格斗赛一较高下 但日前却传出韩森遭撤换的消息 两人无法正面对决 当时韩森不爽呛声主办单位全员 竟然有办法畏惧某方的势力 然后来妥协换人 孙安佐则强调自己也很想跟韩森对打 但因为韩森和全员有合约问题 双方才无法完成比赛 韩国知名恋爱综艺单身及地狱 邀请各行各业的单身男女们 一起前往荒岛上寻觅伴侣 而自2021年播出之后 也捧红了不少素人跟网红 而去年12月也迎来他们的第三季 其中单身及地狱三的女嘉宾 尹夏琴也在节目播出之后爆红 而在近日甚至还受邀来台 担任乐天桃园开球嘉宾 而在工作之余 尹夏琴也顺道来台观光 没想到跑去吃火锅的她 竟意外在台北街头偶遇同样演出 单身及地狱三的男嘉宾李正席 不只双方吃惊 连粉丝也感叹这个神奇的缘分 原为上班族的尹夏琴 在出演单身及地狱三后走红 开始朝演艺圈发展 上月31日 还受乐天桃园之邀来台开球嘉宾 第一次来台湾的尹夏琴 对台湾充满好奇 除了观光外 也品尝了面线 满旱大餐 科学面等台湾美食 一号 她还被台湾粉丝撞见 跑去信义区吃海底捞 起料 走在街头 的尹夏琴 竟在人山人海的信义区 遇上了单身及地狱三的男嘉宾 兼好友李正席 又惊又喜的她 忍不住发文写下 在台湾的路上 遇见你的几率有多大 想到日前受访时 聊到李正席 尹夏琴还笑说 如果在台湾街头遇到她 一定要叫她推荐美食 请自己 结果还真的碰上了 B-Band主唱《太阳》 这两天在韩国首尔 举办个人演唱会 而第一天她就找来队友大声 一起合唱团体的经典歌曲 让现场瞬间沸腾 但没想到第二天的演出 更为精彩 除了有Seventeen小分队 孵朔顺献身 大声也再度的出现 但惊喜的是 连队长GD G-Dragon也上台合体 让台下的粉丝超级感动 而画面曝光之后 就有人说王者归来 没想到粉丝们居然能等到这一天 以台湾黑道为背景的电影 《角头大桥头》上映短短两周 票房就卖破了1.6亿 成为近年来最卖座的国片之一 而即使主演王阳明 在电影上映之初 因为失言被全网延上 但以丝毫不影响这部片的火爆程度 而为了感谢观众《角头大桥头》的演员们 30号也出现在西门丁卸票 不知把西门丁挤得水泄不通 晚上来到基隆庙口夜市时 更是出现跨年夜班的画面 演员吴念轩也在IG上 晒出昨晚万人空巷的盛况 还调出主演之一的高杰来留言 韩国女星炫雅在今年1月 仍爱龙俊亨 并在7月宣布结婚的喜讯 两人也将在10月举行 他们的结婚典礼 不过在2号疑似他们的婚纱照 在论坛中被曝光 一个南韩论坛 就在今天曝光了 龙俊亨跟炫雅的合照 而且可以看到上面的字还写着 婚礼也可以拍得像画报一样 照片中炫雅和龙俊亨 依偎在一起 男方围避双眼 脸上带着笑容 非常享受这一刻的亲密时光 而女方则是面对镜头 展现出她自信与柔美的一面 造型部分 炫雅带着一顶蕾丝风格的头饰 身穿白色服装 与龙俊亨的白色 真之上衣相呼应 而两人也显得非常般配 最后带您看到天气资讯 中央气上属预估 3号到后天 台风会最接近台湾 未来路径也会进入南海 朝西的方向移动 而对台湾直接的影响几率会比较低 但明天晚上到周五 会受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 东半部 大台北 以及北海岸会有短暂雨 中南部只要留意午后雷震雨的状况 那我们从前市路径上大概可以预估 预计台风相对离台湾比较接近的时间 会是在明天到后天这段时间 而到了礼拜三之后 台风逐渐进入南海 还会有稍微增强的趋势 但是它离台湾虽然是越来越远 可是在进入南海之后 整体来说它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 也还是会持续往台湾附近移动 各地的高温在东半部地区 还是普遍有机会来到32到34度 而在西半部地区则普遍有机会来到32至36度 其中要特别提醒的是 在大台北以及陶竹地区 会容易有机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 今天到明天的白天 大致上各地的天气还是以晴道多运为主 刚刚提到还是相当的炎热 而在中午过后的话 在中南部地区以及山区 仍然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 尤其在嘉义以南地区 可能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提醒在嘉义以南的 尤其是山区近山区附近活动的朋友 中午过后一样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以上是今天的静天新闻报 我是主播陈志轩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